有一好没两好 有快乐就有悲伤 尝过百味的日子 体验人生大小事 你现在收听的是 求知不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求知不得 这一集呢一言是寻星计划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星星 从寻星计划的第一集呢 听到现在你会不会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太一样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每一种人生 不过好险我们会认识很多人 透过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知道说 OK人生不会只有一条路 如果你选择只有人生走一条路 那通常都是自寻思路 我们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生命当中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要邀请威廉 神经科观察日记的威廉呢 他之前在那个桑案的节目呢 有跟我们大聊特聊 关于人际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 诶我跟威廉的ABC 威廉 哈喽我是威廉 你刚想要干嘛 因为你写错了 我是精神科 不是神经科 对对对 神经外科 我刚刚还讲错诶 你怎么又没有直接那个 因为你做得很 那开场做得超嗨 我不小心打断你 没关系 那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跟威廉怎么认识的 我记得是 雜誌 对 工作认识的 还M开头杂志 对 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是棉花糖粉啊 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是爱吹捧你 就是我之前其实是粉丝 然后我因为刚好我在杂志工作 然后我们有一个单元栏目 就是很喜欢介绍独立乐团 嗯 然后我就跟当时的主管大力推荐你们 然后他就觉得 很清新 然后心面孔 所以我才去因为工作 然后去跟你们两个认识 所以我才去用了一点心机啦 那真的很感谢你耶 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机会上那个杂志 因为那个杂志很时尚很难上 没有啦 就是想说 今天可以透过工作来见到偶像 自己心情也是蛮激动的 这个东西很开心 大家如果听到这里的时候呢 如果刚好你也是有权有势有力的 刚好慢慢爬上了那个主管阶级 麻烦请大家就是留言给你的主管 跟他讲说 欸小球真的很不错 我们要不要主管我们推对他 工作机会就这样来的是不是 尽可能动用你的人际关系 好疯哦 去推那个小球他们一把 好疯哦 但是那时候因为不认识 所以工作上早上我们的时候 你不会有点胆怯吗 就想说 欸这么新的人 如果他们表现不好 那你主管会不会想说 欸啊我一点乱介绍 不会啊 因为其实独立乐团的人 他们都比较不善于 那个表达 表达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 他也不像偶像一样 他们那么自在 所以我之前已经有很多经验 是跟独立乐团以及工作的经验 所以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前期的经验 就是别人怕我没你怕 不怕我就是不怕 我就想要拍你们 那时候就很吉利的说 不行我一定要拍他们 当天的表现有让你觉得 还OK吗 我就是个粉丝啊 所以你先忘记了 你根本不在乎 我又不在乎 不过 想到这件事情啊 因为 我们合作的时候 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 我记得很早期 再见王子 既然已经是十年前 十一年前的部分 我们后来又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打上线 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因为 合作之后就有互加脸书 我们两个吗 对 你真是金鱼啊 我就是啊 只有我们两个吗 还有沈胜哲 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 我就有加你们两个脸书 OK 然后当中我们有没有 也没有太多强烈的互动 对 没有太多互动 也没有太多交集吧 我们比较多交集的应该是 好像偶尔会聊个天 交换一下一些 对一些人生或什么的想法 认真 对 太扯了 对 然后 后来是不是因为你出书啊 我记得好像 对 是因为这样吗 我出书 然后我就说我要送书给你 然后你就是那时候 开始多了很多互动 还有偶尔 他就是去吃饭我记得 还有你有表演也会叫我去看 认真 诶我人很好耶 庄小姐请你之后请做笔记好吗 或是放一个GoPro在你的头顶 不行啦 就该忘的就忘了 因为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还有持续在联络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真实 最难得的 因为 我印象中真的就是 你在那个杂志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了联系 然后后来 我印象又拉到了 我们在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吃饭 那是比较后来了 早期 一开始是 我记得 刚好因为独立音乐圈 有些我以前的工作的认识的人 你单飞之后有办了几场 演唱会 其实 你都有请我去看 好感人哦 对 我觉得还蛮甘心的 你有去吗 当然 我喜欢他白眼的样子 看不到地地方翻了一个大白眼 开心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 可能那时候 我记得小乔要度过了一段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迷惘的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迷惘 你觉得现在我们长大之后 就可以杜绝迷惘这件事情吗 可是我觉得迷惘就会变成是 你在那个迷惘期会多久 哦 缩短 缩短 或者是有没有资源的迷惘 对 迷惘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会很快就突然醒过来 说不行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或者是突然在随便找个方向先去了再说 对 可是小球在那个刚 超慌张的吧 单飞的时候他是很慌张 包括他后来做一些表演 做了一些专辑之后 某一种层面 他在那个时候 他也一直不确定自己做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对的 嗯 而且那时候有个状况很奇怪 我不知道你自己在 所谓你也有单飞的事情吧 就是离开公司体制下 也算是单飞吧 嗯 不知道那种感觉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是像是 你好像曾经就是有人在照顾你了 然后你什么事情都别人做得好好的 好像你只要负责你自己专精的事情就好 可是没想到单飞之后 你就会想说 我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真的是 第一个有饭吃 有人会持续找我们吗 会不会有人觉得我们就是臭屁的死屁孩 然后才没做多久的工作经验 我们就决定自己自闯天下 好像不知好歹 然后让你自己觉得 就算我好像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南瓜的做得很好 该联络的都联络了 然后工作表现也很棒 好像真的有几个案子来 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去肯定你自己的自我价值 你是这样吗 你会这样吗 是 是惨了 你会是 一开始出来就会觉得自己很像扶贫 飘飘荡荡的 真的很棒的比喻 然后大一点就变布袋脸了 天哪 老一点我就变布袋脸 还是在飘 可是我就是有开花 花有根有叶子不是一颗小扶贫 可是我觉得无时无刻我觉得人都是在飘的 不管你在体制内或体制外 或者你有没有人帮你像公司或组合一样 你无时无刻就算你是组合的时候 如果你心没有定你人还是在飘 嗯 那可是公司这么多人没有办法就是比较东拉西拉的把你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比较安全感不是这样吗 那个安全感来自于就是 我出了错有人会帮我扛 哦 蛮有道理的 这个很重要 或者是就算出了错 还有一点薪水可以拿 是 还是过一天算一天 干 薪水小偷 好 就这个不安全感是来自于 好像我必须要替自己负完全的责任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结果跟收获 就算搞砸了也要自己想办法收拾 对 你 我觉得会恐惧是来自于你对自己不太相信 算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人 嗯 你会是吗 你觉得 我觉得 有自信 但是我不相信 就是我不相信自己办 我觉得我做得到 对 还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 哪一种 你是根本没有想过自己 你确定自己办不 你觉得自己办不到 OK 你觉得自己办不到 你有给自己办不到 或否定自己的可能跟空间 哦 诶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吧 对啊 尤其是我们很常常看别人在干嘛 小球啊 嗯 小球一下飞黄腾达咯 小球鞋飞黄腾达咯 我看魏廉每次在那边IG的时候 我就跟你想说 天哪 为什么可以把那个文字写这么的 好像说他脑袋到底是什么 很想把他脑袋剖开 我觉得很多个不安全感跟否定自己 都来自于我们接受到太多别人在做什么的讯息 关系比较吧 对 我今天才在读一篇文章叫内耗 精神内耗 可是因为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在比较或者是设定竞争对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很落后或是很弱的状态 可是你人到了有一定的程度 嗯 你没那么弱了 你有一点 能力的时候或者是经验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跟别人比较了 怎么可能不 因为你要知道你跟别人比较比较一直 比如说假设现在 我们假设我们两个都是同行竞争对手 我也是个歌手 OK 小球发专辑了 天哪我的公司怎么还没有帮我发专辑 我的专辑好像遥遥无奇 嗯 小球今天帮你採演唱会 我在干嘛 我还在 我还在唱校园 嗯 就是会陷入一个盲目的比较 唱校园才好呢 可是因为我我我我看不到他的不好 我只看到表象 因为我的眼睛只看到你在做什么的那个表象 可是久了之后你会 你你会发现 就算我今天追上小球 你也不过是小球的程度而已 嗯 你们有你有发现这件事吗 可是我我当时是跳脱不出来 嗯 我在自己出来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自己当作家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诶 某某作家他卖得超好 他的出版社有帮他办很多签书会 然后有帮他谈什么媒体合作 或者什么翻译什么几版几版 他好像他的出版社做了很多事情 我的出版社就显得我自己好像很弱 是不是就开始自我质疑 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所以他才不帮你做这件事 或者他不看好你 诶 对大家去听一下 点播率需要你们看的帮助 你那首歌就在讲这种心情吧 我那首歌实在讲说 合作关系久了之后 那拆开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得到平衡的 那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我不够好跟不上你的步伐 没有办法捧你捧上天 然后我就必须要绕着这样下场 比较像是这样 那你没有办法把对方捧上天 你可以设一个目标或竞争对手 OK 你就死命的要想办法超越他 你没有办法超越他的时候 你就算在那个很强的人后面 你也赢过一大票人了 可是当你有一点能力 当你有自己的群众 或者是说你在公司里 有一点生存的能耐之后呢 你要停止跟别人比较 你要替自己设定一个 你适合什么样的目标 这件事情大概要落到几岁的时候 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好好厘清自己自我价值的这件事啊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觉得 哦 不要在那胡思乱想 不管你到几岁 你都有可能有一天 遇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单飞是个陌生 然后自己做一件 自己可能之前没有做过事情 之后陌生 你在陌生的时候 你一定会不知道 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 而且一个人会很孤单吧 没有人陪你一起床 以前还有就是 比如说同事 可能一起坐来的时候 在那边嘻嘻哈哈 想说那怎么样 东补西补的之类的 我觉得克服 克服孤单或者心理的恐惧 这个是你心理层面的 但是现实层面的是 你应该要去设定一个 跟别人无关的目标 跟别人无关的目标 是什么意思 好神奇哦 今天他在开演唱会 你就不要说 我今天一定要前进小巨蛋 哦 懂 因为你只是陷入跟他的比较 然后你比较你赢了他 只是在他那个程度而已 但是有一些状况是别人对你的期待啊 那我们就先以自己为主 OK 因为别人对你的期待会造成你很怕他失望 或者这些都是客观的感受 而且也会造成自己的伤害 对 你自己失望呢 你有想过吗 你自己对自己失望吗 我自己是还蛮失望 类似 可是因为你的失望可能来自于一些目标达不到 或者是说落后 或者是说恨自己 什么个性不够坚强 对 或者是疫情的关系 然后导致你有一些东西是被延挡的之类的 对 这些东西就变成我刚刚讲的内耗 OK 无谓的比较跟错误的设定 目标设定会让你陷入很多情绪的内耗 拿石头扎自己的脚 类似 然后有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绊住你自己 然后你都在那边纠结痛苦 可是你忘了这时候你应该去好好练两首新歌吧 OK 就是认清当下你可以做的事情 对 然后看见你现在拥有的东西 对 你比较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可是比较得来的一些负面情绪却让你陷入在某一个状态里面 嗯 走不出来 这就是内耗了你的成长 嗯 你在某一个阶段你要停止跟别人比较是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情绪要先放在第二顺位 OK 真实的自己的渴望要放在第一顺位 那钱放在第几 钱 我们待会可以慢慢聊 哈哈哈哈 请那个去听那个淡如姐 她有教你怎么投资跟她的钱 或是乖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投资的吧 我觉得 对 但是我觉得最终最终 我觉得一个人快乐跟失望 或者不快乐都是来自于 主要是来自于别人 我觉得别人都是 比较浅层的 嗯 今天小球对我失望 我可能觉得好say的 可是隔天我就忘记了 嗯 可是我今天对自己失望 生气自己 我会气很久 嗯 因为每天都在跟自己相处 每天都可以骂自己一回 对啊 然后 可怜 你要内观自己真实的想要是 我自己啦 嗯 我假设是当时的你 我就会去想我唱歌的目的是什么 嗯 我做这件事情 最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嗯 我觉得我们都负 我们都思考太多它的附加价值了 嗯 今天唱歌替我可以替我赚钱 替我带来 呃别人赞美 然后带来成就感 加上很大的舞台去干扰 嗯 这些全部都是附加价值 嗯 可是它真正的本质是 你今天唱歌 你想唱什么歌 嗯 或者是唱歌就很快乐 对 我觉得唱歌快乐 这是个很基本的出发点 对 你不快乐 你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 这个是第一层 对 第二层思考是 你要唱什么样的歌 是你喜欢的 嗯 可是你 我们在做跨出 我觉得第一层 大家都做得到 嗯 你真心喜欢这件事情 是绝对是 无庸置疑的 嗯 所以你才会留在这个产业 这个领域这么久嘛 嗯 第二层出去 你要唱什么歌 嗯 会开始有点茫然 嗯 你唱了什么歌之外呢 你想要对 从你自己身上 散发出来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嗯 到第三点 第三层这个影响 这个结果 或者是造成 给回馈给你什么 大家都已经忙掉了 对 说啊 有吗 我从没想过这件事情 对 唱歌就唱歌嘛 为什么一定要有什么 造成别人影响 唱什么方向的歌 只要能唱歌 我就好了 嗯 可是不是 可是你在于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有很多渴望的回馈 对 可是切记 不要陆陆跟别人比较 是因为你渴望的回馈 永远都来 不会来自于引过别人 而且那个步伐不太一样 是很正常的 我们当时 我们根本认不清楚 步伐到底要怎么踏 比较好啊 对啊 就觉得很慌张 天哪 像我闲在家里 好像小球很多工作 然后我今天是不是 因为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哇他好优秀 我天哪 我好 我在干嘛 我在干嘛 而不是 而是我们先 关照自己 你是谁 嗯 你适合做什么 嗯 做什么 你会快乐 你会开心 你想做什么 嗯 很多人都说 我只要唱歌就好 我只要干嘛就好 代表是你一点想法都没有 嗯 你没有花时间在自己身上 你都花时间在别人身上 二十几岁的 你就知道是个大道理 超不知道的 哈哈哈哈 那时候的 你是因为在公司的体制 所以你就想说 我先来传档看看吗 对 应该是我进入职场之后 其实我 我是一个很敢冲的人 嗯 所以我在 我虽然遇到很多 倒 我自认为倒霉的事情 可是我都很快就站起来了 嗯 是因为我在这个大环境 在体制下 再差也不会太差吧 我大不了就换公司就好了 不是吗 嗯 可是当我确定 我要脱离这个体制 我不要再进公司上班了 我要自己出来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找 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哪一件事情可以让我做的 不会觉得累 嗯 热情 或者是说 他替我带来成就感 或者是他有投资报酬率 嗯 回归到生存的本质 他到底能不能赚钱啊 这个都很重要 他好像那个树状团 还是什么什么 就是有一个圆圆 然后把它发散出去 对对对对 我就开始发散 从我想要的事情去发散 然后再开始判断 想要的事情 实践 是 大概里面有五件 是可以赚钱的 OK 然后五件里面有 这五件的钱 哪一种钱 是我不想要赚的 OK 你一定要去每一个东西 就先试过 对 我真的不太适合赚什么钱 这样我本来一开始 不是有在做一人造型 对对 我现在不做了 嗯 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带给我 除了赚钱之外的成就感 然后他又很花时间 嗯 然后我未来也不会想当个造型师啊 懂 这件事情跟我未来无关 懂 所以我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过了二十几三十几岁 我就知道说 哦 我可以辨别 即便我做得来 但我也不会想花时间去做 因为我真的时间不多了 嗯 懂 这个清楚了解自己 也知道接下来要干嘛的时间 是需要靠你很多沉淀 对 然后仔细的想想 内观自己真实的需要 然后今天难免会落入 观察别人在干嘛 会 或者是说参考别人的人生经验 嗯 去听听别人的意见 嗯 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都可以做 嗯 可是你 以你自己为出发点的事情 那个本质 不可以偏掉 嗯 你今天不要做任何一个决定 是为了别人 OK 对 因为这些人 永远没有办法替你的错误负责任 也没有办法为你的生命负责 对 因为小球 什么 他的人生经验 就是成功法则 很多人超过看传记 或者说 看别人在干嘛 然后他也想 有一天我要像小球一样 站上什么样的舞台 然后有多少观众 可是你知道小球可能站上那舞台之后 他承受更大的压力 嗯 他在找他下一个舞台在哪里 嗯 可是今天你一站上那个舞台之后 发现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要的 嗯 对眼光 你要怪小球吗 管他屁事啊 嗯 他觉得 我也没有叫你一定要copy我的人生路啊 只是说你在看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 只是他提供你一个参考 嗯 他只是一个样本 对 但这个样本不代表你自己的主题 对 然后真正的人生的追求应该是 你经历了这些 二十几岁这种 很飘移 嗯 然后很 很安稳 然后又被推出舒适圈 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 嗯 但这个过程 这个循环里 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嗯 不是一直在缅怀自己有多厉害 或者是 检视自己到底哪里做错 而是 在这个对与错之间 他都是个指引 嗯 他就叫你 今天啊 你就不要站上那么大舞台 你就唱校园 你就唱小型演唱会 你就很快乐 嗯 你就去女巫店 假设 今天应该没有女巫店 就是假设你就唱那种小场 小场 你就很快乐的 嗯 你不用唱大场 小场唱一百场也是场啊 嗯 就是每一个人有适合他的生存样貌 是 对 你一定要去努力的尝试 然后我觉得勇敢是 我是我觉得 不能缺少的一个特质 但是我疑问的事情是 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 跨过去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子的选择 那大家对于这个年纪的人 也会可以 我就就算不能理解 但是也会想说 哎呀 这个年代的人都这样子啦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就是会有做这样的决定 可是如果今天 时间已经快转到了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这个决定还是会如此 这样子想象吗 我觉得每个阶段 因为接下来的年纪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到嘛 就是对啊 可是我现在的状况 就是你刚刚讲那一段 我现在要去四十几岁那一趴了 我好紧张哦 可是我回过头在想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要去三十岁那一趴 我也超紧张的 对 好像三十岁 一定要有点什么 好像大家都知道你 这小名片拿得出来 对 然后不能有什么负债 然后也不能 可是你真的跨到三十岁的时候 哇 学贷跟房贷还在呢 还没缴完了 哎呀 每天要缴那么多钱啊 真的 然后 我觉得生存的 生存的方式 会因为你上一个阶段 付出多少努力 而有改变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要在二十 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想尽办法 让自己变成多才多艺的斜钢青年 是这样子的吗 斜钢是一个生存方式 然后有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赚很多钱就好 我管他什么理想 我就是能赚钱就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在这一个阶段 假设我现在是三十几岁 对这个人生阶段 我如果在每一个阶段 都很用心 都很有目的 不是目的 性 是目的 目标 方向明确的走 我相信在下一个阶段 我就会感受到 我上个阶段 所努力的结果了 就收成的意思吗 嗯 但这一个阶段 我很紧张耶 不要紧张 但是 我在这个人生阶段 在三十几岁 我已经享受到 我很多二十几岁 所以我没有计较什么的去付出跟努力耕耘得到的结果 像你看我这么斜杠 对 虽然我真的超讨厌斜杠 但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斜杠 斜杠 斜杠某一个层面是 他在讲你不精吗 对 不专精 怎么会 可是如果 我们在这个阶段下 我自己感受到 我自己感受到斜杠 OK 没有办法撑太久 认真 嗯 因为我如果持续的在每一个斜杠的角色里 没有一项做得很出色的 我就是在白忙一场 天啊 好严格哦 可是我某一个 我不得不说某一个人生阶段 我确实是靠着斜杠的状态存活下去 但是我已经走过了 我现在已经懂得取舍 什么东西不要 什么东西需要 就不会瞎忙了 对 是吧 可是我在 我刚刚在讲 我所有的耕耘一定会在你下一个阶段产生收获 就是因为 你看我的 比如说帮艺人做造型的 这个服装的算美感吗 或者搭配的技巧 对 是因为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在可能在时尚杂志工作 对 但你 我为什么可以写 写书会有文字能力 对 是因为我从没有间断过 书写的习惯 对 但我当下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未来要除书 虽然有想过 飘过这个念头 可是我写东西是个兴趣 这是我耕耘 所以我在三十几岁 我想写书 我具备了文字能力 对 然后我想做什么 我不会凭空出现 对 一定是要经过长时间 你的技能谋略 这个技能 我刚刚就讲了 在下一个阶段 你的生存状态 就会取决于 你上个阶段 你付出了多少东西 对 在下个阶段会熟成 不要说熟成 熟成 然后在这个阶段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在享受 我二十几岁 所付出的努力得到的东西 但我一定要去想 我下一个阶段 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哇塞 你是很前瞻性强烈的人 我是个没有目标 活不下去的人 真的假的 因为我很害怕过一天算一天 然后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感觉 好辛苦哦 因为我就觉得人生 我自然讲好像有点山井 但我真的觉得人就这么活这么一次 对对对对 然后花太多时间在虚度 我觉得好可惜哦 很浪费 或是会有很多的遗憾 而且这是我不快乐的来源 哪一个部分 虚度 哦 哦 哦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把自己敲到死掉 有啊有这样就死掉了 不要这样子吧 健康也是要顾吧 对 可是因为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体会跟过程 你把自己操到爆之后才发现 他身体好重要哦 什么 神经病要这样操 可是以前你根本觉得 哇身体就是铁打的 我就是能熬夜 我三天不睡就要跟你拼了 可是后来就发现 哦真的不行 三天不睡啊 第四天还是真的会睡着 我不小心就趴在那边睡着 这就是 这就是很好玩的人生过程 你要享受每一个阶段 我很享受每一个阶段 那种我全力以赴的感觉 那这样会担心自己老吗 我觉得老是一个心态 什么意思 虽然我花了很多钱 在脸上防老 抗老 擦保养品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老 真的是一个心态 你说我自己觉得自己 有点慢慢老化 但是是心态的问题 而不是真的脸部的问题 当你们开始讲 你们年轻人哦 现在的年轻人 这些人的小孩 我们以前啊 很恭喜你 你已经老了 但你不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不会啊 我觉得拿音乐这件事情 我们金曲讲刚刚 我们可以大聊音乐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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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络上就看到 颜批颜亚伦 不是有发了一篇 其实我在金曲讲当下 嗯 我已经去各大平台 看网友的评论 甚至我去微博 看中国网友的评论 嗯 然后很多人 包括台湾或中国香港各地网友很常就说 而且现在音乐我都认不得了 现在金曲讲到底是谁啊 他们是谁啊 嗯 然后没听过 然后我就有一个中国网友就很好笑 就说 无知还敢那么高调 哇哦 我觉得他在唱 他用字潜词 铿锵有力 铿锵有力 我超喜欢的 然后但是当下你就 你就觉得说 对 我们就是知道太少 然后还觉得自己很有自信 嗯 好像还蛮多人都会有这个症状 对那就是老人 哦 你就是觉得我以前 我们以前的音乐是怎么样 我们以前怎么样 很抱歉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如果我说你那个老是一个心态 就表示 你没有想要接受新的事情的意思 嗯 你没有想要接受这么多新人跟新的音乐 嗯 那你就只能一直弹以前 对 对所以刚刚你问我 你会怕老吗 我觉得老就是一个心态而已 懂 我虽然没有那么爱嘻哈 可是我还是会去听一下 嗯 比如说我喜欢蛋饱 这类型的嘻哈 但我对于那种比较硬的 嗯 那种我可能就比较无感 嗯 你要去体会 现在当下所发生的每一件热门的事情 就算可能有一些 我可能觉得抖音很不 很不OK啊 什么小朋友都不要再玩抖音了 就好吵 我认为的那样 但我自己却没有去看看抖音上面到底有什么 嗯 我自己是要规定自己 我评论跟感觉一件事情之前 我一定要先试过了 先看过先试过 对 我不要让自己有一天预设立场太严重 嗯 而去抗拒学习或知道某一件事情 那样子的我就是真的老了 这会算是一种 精神科观察日记里面 必备的神经神经的状态吗 神经神经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真的结果 就是正确的答案 哦 紧绷紧绷 但是可能性其实不停的在紧绷当中 然后慢慢的发散出去 对 因为你紧绷也是过一天嘛 他事情还是会发生 嗯 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去接受 这个事情发生的结果 懂 你就只能处于一个很焦虑很紧绷 然后很抗拒 嗯 我不喜欢那样子 嗯嗯 对 你去主观的断定他不好 嗯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去好好认识他 嗯 这件事情不管是人事物都是 要认识的事情那么多 这件事情会造成你的压力吗 就资讯焦虑吧 有一阵子是资讯焦虑 这是文明病吧 就跟社群什么交友平台 什么什么 告诉大家我今天过得多好 吃什么东西 一样就是文明病吧 我以前小时候就很严重的资讯焦虑了 因为我 小时候 国小啊 我很怕有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哦 我小时候就是 就是跟现在还有宝恩小学堂吗 有吧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就跟那个小西瓜一样 就是我 选我选我选我 就是我 或是妙力 是 现在其实应该不懂哈利波特了 怎么会 就类似我是那个角色 是 因为我很喜欢发问 我也很喜欢知道很多很多事情 我甚至用了个暑假 把学校里面的百科学书都看完了 哦你好猛哦 对 然后因为我很想要知道这世界到底有什么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我今天小时候认识庄俊云 先Google危机 是 庄俊云有参加过什么节目 是 发过什么歌 是 然后他的曲风 这个曲风到底有哪些女歌手发过 庄俊云入围那一届进去讲 哇塞你好猛哦 我就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 做功课的状态 但我就是很想知道很多事情 就是我资讯焦虑是来自于小时候 嗯 但我长大之后 我发现有网络之后 这件事情更恐怖 它让我无时无刻停不下来 嗯 你今天丢一个东西出来 我们今天好 假装喝一杯水 我就去查现在水 卖的最好的水是什么 嗯 我就有这种 很 强迫症 强迫症 然后到了有点生病的地步 这是上瘾了吧 上瘾了 包括我一直在接收别人的动态 嗯 看别人在干嘛 嗯 这个焦虑的 上一个压垮我的点 应该就是疫情 疫情刚开始 我们需要在家 嗯 尽量不要出门三级警戒那时候 嗯 我度过了一段 浑浑噩噩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 每天都在划大家的状态的那种日子 我曾经 有一天我划了手机 划了15个小时 怎么会24减15剩下几小时啊 然后我也没什么睡觉 天啊 我就在看影集 然后就睡着 然后又醒来 我就废了 废了 可是那当下因为我一个人关在家里 嗯 我有点 我有点恐慌 嗯 我不是密闭空间恐慌 而是我很 我很焦虑于 没有办法跟人 嗯 做接触 我没有办法跟人聊天跟对流 嗯 是真的活人哦 嗯 那时候才发现 自己跟朋友见面 或跟家人讲话 到底是一件有多重要的事情 嗯 我以前都觉得自己超独立 不要来理我 我自己是活得好好的 可是在那当下 那段时间你被迫 真的不要理你的时候 被迫不能理任何人的时候 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发现我脆弱的可以 哦天啊 然后我就接受了很多 别人的讯息 嗯 我所谓的讯息是小球在干嘛 看他在干嘛 然后想跟他聊天 他又不理我 开始想说 啊小球是在忙 或者他觉得我太烦了 或者怎么样 这么严重 我就跟疯子一样 怎么会 可是那个名单上面 你一定不是每个人都找啊 但你就会设想很多啊 我光是忘那个名单 就可以忘半个小时了 天啊 对我那时候就很焦虑 我整个人快要爆了 好夸张哦 我后来发现 我会焦虑是来自于我不自律了 所以你本来觉得自己应该要一直要处在自律这件事情 是要一辈子都要做这件事 我所谓的自律是你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一个规则 对 跟常态 不是说我今天三点吃饭 下午两点一定要去干嘛 对 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跟行星运行都有他的轨道嘛 你不要偏离轨道 你在那个轨道上面你要怎么 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都好 但是你一旦偏离那个轨道你就会乱飞 嗯 你就会找不到着力点 你会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乱飞吗 还是你觉得那个乱飞的时间点已经过了 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这样子 因为我不只是我内心焦虑 而是我看到很多人 很很 比如说他 他在做瑜伽 他在时间大都很焦虑 马上起来直播有没有发现 对 然后发现他还是有在认真工作 还是有在写文章 认真运动 我超费的 我今天躺在床 认真发业配 对 然后就会陷入一种 我好像知道太多了 就知道这么多 反而就是造成你自己是一个废人 你那种不好观感 我觉得在社群时代 我觉得尤其是网路 或者我刚讲 我小时候有资讯焦虑 你对一件事情的求知欲 不该是人 嗯 对 你知道别人的事到底要做什么 蛮有道理的 别人是不该你的事 对 我当时也看不透 没有啊 很多人都看不透啊 对 在要是没有疫情 我真的会看不透 到底知道别人的在干嘛 要干嘛 有点饶舌 对 所以到底知道这些事情 别人的动态有这么重要吗 嗯 所以因为这样子你做了 我有一点纯眠秀吗 不是 我在那之前其实就要做了 那当初 因此而停摆很久 然后 因此没有办法做出 我真的因此没有办法写书 我什么都做不了 嗯 然后 后来我 我开始 不看大家动态 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你说他教你这个方法 嗯 他说取消关注 我说不会太狠了 这样会被大家发现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好 那我就是禁止 规范自己 只要花几个段时间就好 我就把那个App删掉 什么 但是我不是把整个delete 我是把它移除我的手机 页面主要的部分 我让我在手机上面找不到 我如果要找到 我就是要到App Store 在App Store Apple还是App 我不知道 管他 反正就是一个可以下载 我叫他先 我先去下载那个 然后他会跟我讲 你已下载 所以我再去点那个 我需要经过一道手续 我才有办法找到 像脸书或什么的 我都先删掉 删了多久 大概 一两个星期 我发现我整个人好很多 但是大家应该不好吧 其他人就会觉得很不好啊 就看不到你 论不到你之类的 没有 他们没发现 因为别人也没有太在意你在干嘛 真的假的 因为你怎么可能小球两天没发文 可是你刚刚说一两周 对 可是我会限制自己 因为我强迫自己 有点像乐界 乐界社群 对 我控制自己 不要去看别人在干嘛 如果我真心想看 我可能还要去 透过那个Apple Store 就是还绕一圈 对 我让 我不好取得别人的动态 我就没有办法一直平凡的看别人动态 所以我可能不是两个礼拜都不看动态 而是我可能只有大便上厕所的时候 可能只有那几分钟看完之后说 好不能再看了 再把它移除掉 好恐怖哦 但是你不这样做 你会真的很像中邪 上瘾了 好在干嘛 点完IG 看脸书 再看完脸书之后再看IG 看别人交叉 然后那个两个App的那个使用频率超高 然后我手机还过热 过热你知道很多App会滑不动 就会卡住 我说天哪我到底在干嘛 我是不是疯了 连自己的脑袋都当机 对 我这样做之后 我的状况慢慢稳定下来 我才开始想说 我的节目都还没有录 我的书都还没有写 我开始去找回所谓的自律跟规则 所谓的生活的状态 我还没有疫情爆发之前 我在干嘛 我为什么活得那么心安理得 我在干嘛 你就把它活得像原来的样子就好啦 也许那不是你的原厂设定 但那就是你的运行法则 然后可能 我那时候就觉得 放假了 没有人管我 疫情在家 厂商也都取消了 我就不用 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刚好身边有一些钱 是本来出国要用的 后来就 现在今年出不了国 就把它比钱就拿来生活好了 我也不用替经济压力而担心 可是我就自以为放假啦 放到大概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慌了 我就疯掉了 我约到我这么m嘛 就是不适合放假 也不是这样子的 你自己允许自己放假 放太久了 欸不对啊 那为什么以前我们是学生的时候 两个月的假 我们就是每天都很开心 直到最后一课 才要写暑假作业 因为我们有目的性 因为我们就知道要开学了 可是那时候 我们还是有被约束 对 我们有在一个规则里面 三个月之后 你就给我回到学校 然后周考断考什么 考一堆 就算你不写 你最后还是会被导师 就是 你会被拉回那个轨道 现实层面上 对 可是那时候疫情没有啊 我不知道这个假要放到什么时候啊 没想到就封了三个月 这是长大的好处跟坏处耶 对 因为你要为自己负责 对 招了个高 好可怕 然后经历了那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 我只要回到疫情前 我在干嘛 照着每天都要做什么 嗯 尤其是放假 我会规定自己只有六日 才可以开酒喝 因为我很喜欢在家开个酒啊 然后看电视啊 然后看 我就觉得 只有礼拜晚上可以喝酒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礼拜一到四 我根本不会跟朋友聚会啊 我只有礼拜五才是我的party time 然后说我在很期待 礼拜五晚上要干嘛 我这样拉回规则一到五 一到五都认真的在做一些内容 在联络一些事情 甚至开始写节目企划或什么的 到礼拜五 我就替自己叫外送 叫了什么日本料理啊 然后开一瓶酒 哇好爽哦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你拉回长轨之后 哎 焦虑不见了 嗯 好了耶 真的耶 对啊 不要而遇 不要而遇 嗯 所以 很多时候的焦虑是来自于你茫然 嗯 好像被放飞的鸟 结果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飞去哪里 嗯 天哪 我觉得 我觉得我要问你下一题 我就可以飞 但是我们要记得回家 但是如果有人遇到了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你要怎么样去提醒这些 刚好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想说太好了 老娘老子就是觉得我不喜欢在办公室工作了 因为我已经居家上班很久 我决定要离职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你要怎么样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建议 三十几岁 对 可是我必须要先去判断这个人 他的迷失的程度是什么 哦 他迷失的大小跟浓度会有差吗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迷失只是一时的放飞之后会没有方向 可是我觉得厉害的就会像候鸟 嗯 还会记得归巢 还会记得归巢 所以候鸟永远不怕迷路 对 可是如果你是鸽子 鸽子 那你就需要有个棋子 对 挥一个大棋 回来呀 对 我就是会变那一只大棋 帮你挥回来 可是我觉得那一只大棋 永远都是你原来的家的方向 嗯 他不会今天到那个什么 玉山去挥大棋 你今天住在三重 不会这样子在南投挥大棋 不可能 你就回来你原本的地方就好 我就不要焦虑 嗯 我之前分享过一个观点 我就可以分享给求之不得的听众 就是 就是当你觉得迷惘的时候 你就退回原点 嗯 因为退回原点 其实你没有损失 你没有退步 你没有失败 你只是回到原来的地方 嗯 可是有很多人会觉得 我退回原点就是 我是loser 我怎么会 什么叫原点啊 就是你一开始做事情的起点 跟初衷 哦 懂懂懂懂 明白 那就是最单纯的一个地方吧 对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不行 我现在退回去 是代表我输了 或失败了 没有 有很多时候退回去 是为了休息 哦 或者是有些人会担心说 我现在就几岁 我这样退回原点 我还有本钱吗 是 你很多质疑 但是你先照顾你的心吧 真的耶 这个很重要 对 先回到最初的你 这没有压力跟杂质的时候 嗯 你那时候再判断一下 哦 这趟出去 这趟前进 嗯 哦 我有一些挫折 我有一些很痛苦的地方 嗯 好 那我下一次准备好的时候 我再去一次 嗯 我现在那个力道跟经验 会带你到更远的地方去 因为会很不一样 会很不一样 可是有很多人会卡在那边硬去 对 我现在不愿退 但我也进不了 对 他就卡在那里 然后卡在那里 他就慌了 就迷失了 嗯 然后很多时候的慌张跟迷失 会让你在原地一次转圈 嗯 对 我觉得非常有经验的威廉 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如果说 你做了一份工作 他会给你带来不错的收入 但你做得很不开心 可是另外一个选项是 你也可以养我自己 但有点辛苦 但却会带给你很多开心的工作 你会选哪一个啊 我以前啊 以前我一定会选自己开心的事 哦 就是理想跟现实派 我一定是理想派 对不对 嗯 可是我长大之后发现 这两件事情不该混为一谈 因为你的理想 跟你所要面对的现实 可以不打架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可是如果有人 不是只有你的情况之下 在团队当中 刚好对方是混为一谈的 你怎么样理都理不清 那你该如何是 那我觉得你应该要比他更坚定 然后不要让他的价值观 跟他的状态带着你走 我觉得这有点难 这很理想性耶 这个反而更理想性 但真的真的蛮难的耶 好像也可以理解 这会跟我们年纪有关系吗 有 你开始发现 蛮有钱 但不全然开心的工作 其实你做得了的工作 不是你 不会是你讨厌的事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 不会逼自己做一件 自己超讨厌的事情 或是完全反感的 嗯 相信每一个人 不会傻到像这样子 嗯 但是 现实这件事情 嗯 你在每一个人生阶段 你对于生活的需求跟条件 有不一样的要求 嗯 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有本钱选理想 不要放完 是 就是可能给我一点点钱 你就好做我快乐的事情 是 可是三十岁之后 我们刚刚有讲 一堆钱要缴 对 我可能会做一个折中 懂 我做一件 可能它可以投资报处率高 但是 我不见得超喜欢的事 我会把超喜欢的事情 退让到变成我的消遣 哇 好猛耶 嗯 怎么会 你现在就做你自己超喜欢的事情啊 最理想的状态 当然是 你喜欢的事情 可以替你带来 可是这件事情 在我没有办法赚钱的时候 但我又不想说 嗯 我就持续的做它 嗯 我持续的耕耘它 嗯 我希望我在四十岁的时候 可以靠着这个成为 我主要收入来源 懂 所以就会 又跳回到我们节目的中段的时候 告诉大家 你现在做耕耘的每件事情 都是你下一 下一阶段的生活状态 对 再者 我这个时候 我找到一件事情 是可以平衡我的收入 叫做 业配 嗯 所以即便我对这件事情 没有高度热忱 嗯 我不能说我讨厌这件事情 嗯 但我也没有到 极度热爱 每一天在发自己的动态 嗯 我没有喜欢这些东西 喜欢到超越文字 嗯 但我不讨厌 嗯 我还算喜欢的范围 嗯 但它的投资报数会非常的高 懂 所以支撑我去持续的酝酿 我接下来要做的文字工作 懂 我觉得每个人生 应该要懂得调配 对 你这件事情 它不会是绝对 唯一同时发生在 同一件事物上面 是 如果是的话 那你的人生格局 应该要调整一下 是 你不能让自己人生 担压在同一件事 对 我觉得最近 有一个状态是 比较多人叫我去 把唱歌当副业 就我刚刚讲 我的文字创作当副业嘛 嗯 但这件事情不可以断哦 因为未来 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期许是 我下个阶段 一定要用这个当主页 哦 算是给自己的期许啦 嗯 然后我就会去规划 想办法 我如果要以这个当主页 我先去找 有一个能以文字创作当主页 他的 他的收入结构 他的收入结构 是什么 OK 我们以前接外稿 嗯 接采访 你知道一个字多少钱吗 你在 一块半到两块 大盘一点的作 作者 像我 比较稍微的 有一点知名度 三块钱 哇 我写篇文章 一千字只有三千块 哇 我一个月要写 十篇文章 写超多字 我才有办法养活自己 除非你的量真的超多 每天喝水就跟 每天写字就跟喝水一样 我们也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也知道 假设你唱歌也是 我今天去唱的 演唱的唱 抽抽牢 就是很薄 嗯 为什么他唱一首歌 可以有一百万 嗯 我为什么唱一首歌 只有一万块 嗯 那我就去研究 为什么人家 肯花一百万 请他唱歌 嗯 我就去观察他 嗯 那些大牌作家 嗯 然后也很有权威性的人 嗯 他们花了多少时间 在耕耘 他们的文字 嗯 然后让他们的文字 变得有经济价值 嗯 除了创作的高度之外呢 他还能替他带来收入 嗯 是要 是要认识多一点人呢 还是说多一点作品呢 还是要多一点曝光呢 嗯 我做的哪里还不够 没关系 我现在文字可能只有值 以我一块钱 两块钱 我最后一定会 一个字 至少要赚个一百块 嗯 我就去趁我现在的金粮 嗯 我还不足的地方 没关系 我现在办不到 我一定十年后 要办得到 哦 好猛哦 对 我自己会给自己这样的指令 对 因为我喜欢这件事 我不想要再做其他的了 有一天我可以不写业配 我当然不要 你懂吗 我当然写两首诗 我两篇文章 哇 我躺在家里 就我钱赚 又是我爱的 这才是梦幻啊 对 这才是理想 可是在那之前 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会去规划 懂 我会减少 落入比较的慌张 嗯 我也不会自缘 早期啦 会自缘自癌 发现自缘自癌 还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嗯 哒哒哒 忧愁三天过了 哒哒哒 两年过了 你还在原地 哇天哪 唱唱歌超红的啦 我才不要当那种人呢 嗯 我一定有一天是希望 我可以跟他一样 或者至少 小叔他也好 或者是至少 他是我一个努力的方向 嗯 像我开始接触剧本的写作 嗯 我一直在想 文字这件事情 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嗯 他绝对不会只有一本书 当然 唱歌也不是只有 小巨蛋啊 对 成为什么样的歌手 嗯 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嗯 我都会去想这件事情 嗯 谁要的那个形象 跟状态 是我要的 嗯 他就是我一个参考的范本 嗯 但他不是我决一 绝对的目标 嗯 我就聊到现在有一件事情 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其实不管在哪一集哦 只要我们聊到的每一个嘉宾 都一定会提到一件事情是 他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喜欢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如果说在这么多的寻寻计划里头 有些人靠写作吃饭 有些人靠 比如说广播 就是说话 主持人这个方向是吃饭 然后有些人靠音乐 写作这样的吃饭 你会许会觉得 这些人都好像 呃 有满满的spot light 可以打在他们的身上 好像他们不愁吃穿什么 可是其实大家花了更多的时间 去累积自己的经验 然后他们也真的是 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碰撞跟练习 所以你就也不需要 只是单纯的去看说 哦 为什么别人 可以过得那么好 有这么多的业配 为什么别人可以做业配 那为什么你不行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是要奠定自己的状态 因为有些事情 就像刚刚卫廉其实有讲的 有些事情是 我能做 但最后你决定 我不要做 嗯 对 那看见自己的价值 然后明白自己的方向 还有有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 接下来的五年到十年内 你想要收成 什么样子的状态 那你就要去回到现在 那你有哪一些事情可以做 多做准备 然后不要去落入比较的状态 对 先 我觉得播种啦 就先怎么种 什么先怎么栽 什么怎么种 种之类的 可能就之类的 因为我刚好前 昨天在听House那一集 嗯 然后我就发现 像小小就讲的 就是其实你看到这些人 就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对对对 你看到只是 仅是他成果展 对 他的成果展 可是 你一定会有想做的事情 但我想做的事情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我会落实一个计划 嗯 像我今天如果要从写书 跨到剧本 嗯 我还有什么不足的 对 我就自己去报名的剧本课 嗯 我可能去北一 我有去北一上课 嗯 我先去接触 我先去了解这个产业 然后我先去 练习故事的写法 是 我知道我现在做不了 是 但我知道我可以做我也想做 我就要让这件事情 在下一个十年成真 嗯 对但避免落入一个就是 啊 羡慕啊 或者之后啊 开始 然后什么都不动 都只是在脑补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因为应该还是有很多人 就是想说 哇别人都可以过得理想性 或浪漫性的 用艺术来工作 嗯 那我也喜欢写东西啊 我也喜欢唱歌啊 我也喜欢节夜配 写一些文章 拍个漂亮的照片 然后每天都有人 拿钱让你拍漂亮的照片 去经营你自己 你也要看看就是 这样子的机会 第一个多不多 第二个是 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持续 然后还有 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除了你自己 有没有感到满足之外 那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有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人会迷惘 我觉得会啊 就是因为你落入一个 看到别人在干嘛 而你自己一动也不动 嗯 嗯 那时候就慌掉了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我刚才一晃成就忘记 就当你真的也开始准备了 比如说像刚刚我以前说 他也是想要写剧本 或去上课干嘛的 最后一关 是当你在写剧本的时候 你都遇到挫折 嗯 但是挫折是 你要继续在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 你的那个舒适圈 才有办法真的跨出去 嗯 有些人就是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之后就告诉你说 哦我也会啊 我ABCDE都全部都学会了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现在在 这个阶段跟这个位置 那是因为你真的没有跨出到 你的幻想的世界之外 嗯 我很相信一个规则是 今天别人没有选择你 就是你做的不够 嗯 对 哦好恐怖哦 对 这个很现实 真的 因为我今天假设有一天我成为一个 是 主管或者什么的 或者是我在我的理想人生中 往前进 嗯 我一定有很多不被选择的时候 嗯 对对对 然后有一部分可能是你企图心 或者是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 各式各样的 你有很多原因会造就你不被选择 对 但全部都是因为你不够好 天哪 压力太大啦 那没办法 我觉得在二十几岁我可以做梦努力不计成本 是 三十几岁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做事没有回收 没有报酬 对啊 没有报酬 然后没有任何对未来没有帮助 没有结果 好恐怖哦 我懂 因为我们就是 人生就是 好务实哦 我们现在就是 沙漏在倒数了 好可怕哦 因为你在想 我们三级是假四十岁 对 爸妈 上一辈的人 大概都是六十岁退休好了 对 对 六十岁退休 你整个是二十年啦 难怪刚刚威廉在刚开始 还是 讲到几半的时候 你刚快叫我们去投资 去土地无探路 还是苦爱 笑呀 怎么可能跟爸妈做比较 那年代赚的钱的方式 一定跟我们很大 很大很大的不同 不过我觉得威廉他讲的一个 真的是非常有道理 就是 或许有一些人 他会特别担心 自己的年纪的状态 跟他自己的职业选择 一定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那我来做一个平衡状态 就是如果你对自己 其实是有一定的 累积经验的能力 或者是你也不太吃苦 或者是你对开创这件事情 你还是充满着一个向往的话 我觉得 只要你有把握 当你去撞了头破血流 你的复原能力 还是一样快速的话 那或许你可以走出 不一样的道路 但每一个人道路跟可能性 本来就是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寻星计划要找到那么多 各式各样的人 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生命经验 是怎么样从 无到有 或者是从多到少 或从少到多 我觉得每一行都有 他自己赚钱的方式 每一个人 也有他自己赚钱的 秒招跟才能 所以不要忘记费薄 但是也不要过度的 就是脑补自己 都到底有多厉害 然后让自己就是 卡在自己的幻想阶段 今天真的非常地 谢谢就是威廉 除了来求之不得之外呢 大家赶快也就听一下 桑昂的后青春修研手册 因为那一集 其实满满都在讲 那个关于 关系 怎么样维护 怎样子能叫 有毒 拜托 有毒不要碰 除非你喜欢吸毒 这样不太好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威廉你总要怎么样 是可以搜寻到你 就是大家可以去追踪 我的IG跟我的脸书 叫精神科观察日记 然后我有自己的节目 叫做 威廉催眠秀 没错 是那个 威力的威 威力才的威 然后 年年有余的年 过年的年 然后是催眠秀 催眠秀 然后我每一个平台的 经营的方向都不太一样 都是不同面向的我 然后你们你可以去追踪 然后甚至你们想要 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一些新的想法 想要跟我交流 都欢迎 各个平台都可以私讯我 应该只有IG可以私讯吧 脸书也可以 对 主要是IG啦 我比较常看IG 如果你喜欢看文字的人 你也可以去买一位脸书 嗯 我有两本书 第一本书是职场 叫做 最后下班的人先离职 其实是一本 比较像是职场失败学 你如何从失败里面学到 错德学 对 提升自己的方法 找到问题的真结点 嗯 第二本书是 绝交不可惜 把良善留给对的人 对 再教你从 某一段时间过后 重新整理人际关系 包括 你的友情 然后甚至你过去的旧感情 你怎么放下 嗯 然后包括你面对你 呃 不断勒索你的亲情 然后还有你 Oh no 接下来对于自我的怀疑 是 还有在网路上 你看到一些生态 让你造就了对自己的否定 嗯 这本书叫你回归自己 嗯 然后真实的请听你的心里的声音 好 选择什么样子的人与你同行 嗯 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威廉 最重要的事情是 听了那么多的故事 下个十年 下个五年 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你希望你手中 或者什么样子的资产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都必须要在现阶段 就是好好努力把握 好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那我们求之不得 下次见 拜不 拜不 有一次好 没两好 有老干 也会老暖 没穿过百味的日子 至少有体验一些事 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别太计较 求之不得 我们下次见